4号国内多个省市的医疗队奔赴上海 在指定区域开展核酸检测工作 其中安徽医疗队的部分队员 被派驻到上海市的静安区 只将西路街道进行采洋工作 居民们戴着口罩间隔两米互不交谈 还以声声感谢去慈禧彼伏 在上海市静安区 中海万锦城小区的采样现场 来自安徽的医疗队正在忙着给居民采样 在现场记者听到最多的就是谢谢 每当碰到小孩和老人 医护人员会格外温柔 而他手中一颗专门哄小宝宝的巧克力 也有一个感人的小故事 这个巧克力是刚刚有一个小朋友特意送给我的 特别感动真是 真是这是特别甜的一个巧克力 我们都团结在一起 我们如期而至的 不仅仅是晨天 还有疫情过后 你安好 我无恙 健康平安的每一个人 静安区只将记录街道共设55个核酸检测点 由102名来自安徽的医护人员负责采样 他们5点起床 6点出发 7点开始采样工作 采样启动两小时后 已经有5批样本陆续送出采样点 本来就是很多经典走的 我们一下子工位可以安排很多 就是可以抓时间 抢时间了 就信心更足了 采样点的人手多了 本地医护人员就能够更合理的安排其他工作 比如清点核酸样本 即时呼叫转运人员 安排点位数量 调配采样物资等 相关负责人介绍 昨天只将西路街道的采样工作 在两地医护人员的密切配合下 有序快速地完成了核酸采样 我们现在是一呼百应 也就是说很多的在职党员跟退休的党员 他就是一种信仰在支撑 包括我们居委会的干部 当然现在上海遇到了一点点的困难 我们来伸出援手也是应该的 也是理所当然的 那个江英俊部标准的上海话 就是打杀谁还是中国你 谁还是你杀你 全国人们都支持我们了 我们一定有着信心和决心 打胜这一掌